美国前国务卫尔因为新冠肺炎的并发症而过世 享年84岁 英国有个调查 新冠肺炎的并发症最常发生的就是在老年人 特别是80岁以上男性 以及尤其如果他们患有癌症或者严重的慢性疾病 鲍威尔似乎都符合了这些条件 因此即使他已经完成了两剂疫苗的注射 还是最后难以逃过病魔 他的去世引起了很多人的悼念 跟对他表示的尊敬 鲍威尔是一位四星上将 也做过美国的外交界的最高位置国务卿 他有所于政界跟军界 有所于不同党派 服务过七任美国总统 都得到一致的尊敬 当然除了川普之外 他跟川普的关系并不好 我们既然怀念鲍威尔之外 我们要特别提出 他虽然是一位军人 但绝不主张轻易用兵 他有一个特殊的理论就是 一旦你用兵绝对要获胜 绝对要有足够优势的病例 而且要想好后退的备案 这一切已经主打了 美国相当长一段时间的 用兵政策 当然如今 美国不见得再走这条老路 不听听这位军人 谈如何 核实实际该用兵 恐怕是给所有政治人物 最好的一个提醒 当美国金热囚暴部队 来到残酷的波斯湾战场上 全神贯注执行 拆弹任务 这部奥斯卡电影 以及倒数里说的 就是他们在最前线的生死瞬间 至少有美国主导 最终成功将伊拉特部队 赶出科威特的战争 结束至今已三十年 因压倒性大获全胜 始终在美国人心中 有着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 想完电影至少有十几部 而当时只会作战的是他 成为第一次 博安战争的取胜功臣 美国重返冷战结束后的 美利坚制式 独霸世界秩序时代 十位非裔 且最年轻的参谋 联席会议主席鲍威尔 从此声名大噪 一期间变成国家英雄 当时他才54岁 在国勤国宴上 包尔带着前线士兵 分享最狂热的时刻 赢得高度评价 一路进升到四行上将 1993年退役后 2000年前总统小布希 第二任任期 他甚至官拜国务卿 再次非一身后 写下历史 带兵出征 务实且踏实的军人形象 始终保有高支持度 共和党党内更多次 劝劲他选总统 本该有机会成为 首位非裔美国总统 击败民主党的前总统 柯林顿 包尔却总是以自己 不适合政治为由拒绝 最终没踏上美国政坛 最高位 18日清晨 他因感染新冠肺炎 导致多重并发症 与世长词 享受84岁 而他最后一次受访录音档案 也随之曝光 三个多月前 华盛顿邮报记者 武德华电话专访中 或许知道自己日子不多 鲍尔罕见主动提及自己的健康外 更要大家别为他难过 今年五月他曾最后一次公开露脸 每年五月美国阵亡将士纪念音乐会 是军人传统大事 鲍尔几乎每年现神会场 亲自为美军致意 也是过去三十年来他的坚持 原来把军人上战场的荣耀 摆在第一位 但他终其一生却有个 颠面不老的伤痛 这是2003年 鲍尔以国务卿之姿 在联合国安理会上的这场演说 当时他拿着一小瓶白色生化毒物 探拘公开直指伊拉克强人海山 藏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正会令世界印象深刻 鲍尔随后呼吁各国联手出兵伊拉克 事后几个月发现情报有误 却为时已晚 伊拉克战争已经爆发 向来刑事小心 出言谨慎的鲍尔难辞其咎 多次公开坦诚错误 甚至说这是他人生永远的污点 美军后来身陷长达八年战事 伤亡惨重 鲍尔则因误判引爆战争 辞掉国务卿工作 卸任后申局检出 很难在政治舞台看到他 但他依旧关心局势 很愿意露面说真话 包括批评前总统川普 指责川普不够格当总统 支持国会罢免他 身为资深共和党党员 他历经了雷根 老布希 柯林顿与小布希等 四位美国前总统 但过去四届美国总统大选 鲍威尔却选择支持 欧巴马 希拉蕊和拜登等 民主党候选人 政党并非他爱国的唯一考量 就为亚满家一名之子 虽非西点军校毕业 但在大学加入军官培训营 展开了辉煌的军旅与政治生涯 鲍威尔代表的是 美国移民后代的成功故事 即使因伊拉克战争 北斧罪名 他人受惊扬与推崇 近年来鲍威尔饱受帕金森施症 喜爱与骨髓流等疾病之苦 严重损害免疫力 尽管接种两剂疫苗 仍不幸感染新冠肺炎 导致并发症离世 美国对一代名将如此隐落 感到无比震惊 他的功与过 也将随着他的入土为安 而正式的历史